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给大家讲解VIO中的CSS动画 以及CSS动画的原理 首先我们打开编辑器 在这里我们先来实现一个非常简单的功能 我在组件之中创建一个 DIV标签 在下面再写一个Button DIV标签里面我们可以随便显示一个内容 叫做Hello World 然后它的显示与否通过一个数据来决定 我们叫这个数据的内容为Sow Data里面我们定一个名字叫Sow的数据 默认值给它一个处 Button里面我们写一个切换 给Button绑定一个Click时间 等于HandleClick 然后在下面我们写一个Message 把HandleClick写在这里 写完之后呢我们弹出一个Alert 或者呢直接这么做吧 This.show等于This.show取反 保存 到页面上我们来看效果 刷新 点击点击 我们可以控制Hello World的展示与否 那下面我就想实现一个动画的功能 我希望Hello World的显示和隐藏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见影见现的动画效果 那么我们就通过编码来实现这个功能 如果你希望你的Hello World具有一个动画效果的话 那么在这个标签外部 你要写一个名字叫做Transition的标签 Transition的意思是 它包裹的内容里面会有一个过度的动画效果 所以你必须在这个Hello World的外层 包一个Transition这样的标签 你可以给这个Transition的标签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起一个名字叫做Fade 这个名字可以任意的起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当我们这么写完了代码之后 再到页面上来看 刷新 诶 好像动画效果并没有出现啊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回到代码里面 其实我们的代码并没有写完 在写下一部分代码之前啊 我们要把Transition对应的过度动画的原理 给大家讲清楚 那么我们先进入到PPT里面来看一下 当一个元素被Transition包裹了之后呢 Mill会自动的分析一下元素的CSS样式 然后构建一个动画的流程 大家看这张图 这条线加上上面的几个点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动画的一个流程 那么Mill会做一件事情 在动画即将被执行的这一瞬间 他会往内部的DIV上增加两个class名字 分别是FadeEnter和FadeEnterActive 好了 当动画第一帧执行结束之后呢 Transition这个标签 Mill分析过 诶 知道它是一个动画效果的时候 Mill会在动画运行到第二帧的时候 帮助你干两件事情 这个时刻 Mill会把之前添加的FadeEnter这个class给去掉 然后呢 再增加一个FadeEnterTo这样的一个class的名字 好 接着动画会继续的执行 执行到结束的这一瞬间 Mill会干一件事情 他会把之前添加的FadeEnterActive和FadeEnterTo 这两个class给它去除掉 同学们听到这儿啊 可能觉得这个原理太抽象了 那我们就拿刚才的代码 给大家仔细的做一番讲解 打开我们的编辑器 我们说 当一个DIV元素被Transition标签包裹起来的时候 Mill会自动的帮助我们构建一个动画流程 那看这张图 在动画还没有执行的一瞬间 Mill会帮我们干这样一件事 他会往 DIV标签上增加几个class样式 分别是FadeEnter和FadeEnterActive 那么我们在这儿去写几个样式 我加一个Steel标签 然后呢我们写一个 点Fade-Enter 在低震的时候 这个样式会被增加进来 我们再去写一个FadeEnterActive 之后呢 我先把一部分的代码写上 然后回头咱们再分析 到底怎么回事 这里我写一个 Transition Opacity 一秒 FadeEnter的时候 我给他一个Opacity 0 当我们把这两个class的样式 写在代码里之后呢 我们可以到浏览器上来看一下 点击刷新 我隐藏的时候 在显示 大家能够看到 明显的有一个过度的效果 仔细来看 是不是很明显啊 如果你还觉得不清楚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成 三秒 再来实验一下 隐藏显示的时候 它是一个慢慢过度的效果 那为什么这么写 我们动画效果就出来了呢 原因就在于这儿 看这张图 FadeEnterActive 它存在的周期 是什么周期呢 你可以看到 在动画还没运行 即将运行的低震的时候 FadeEnterActive就已经存在了 而直到动画结束的时候 FadeEnterActive 才被移除 那我们在这个class里面 写了点东西 写的内容就是 我对Opacity 进行一个transition的监控 如果监控到Opacity 发生变化的话 我会让Opacity 在三秒之间 慢慢地从0 变到对应的一个Opacity的值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FadeEnter是怎么回事 FadeEnter在第一帧的时候存在 但是当动画运行到第二帧的时候 它就被移除了 那么我们在FadeEnter里面 写了一个Opacity0 大家脑补一下这块的内容 首先当我点击按钮的时候 页面即将被显示 当它还没有显示 动画运行到第一帧的时候 FadeEnter和FadeEnterActive 一起存在 这个时候 你的这个DIV标签 它是处于一个隐藏状态 好了 那么接下来 当动画运行到第二帧的时候 Viu自动地把FadeEnter给移除了 那把FadeEnter给移除掉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DIV元素上 诶 它的Opacity就变成了多少 当你把FadeEnter移除的时候 它的Opacity自动地就恢复到了 原始的Opacity 也就是1 恰好 你FadeEnterActive 今天听到Opacity发生了变化 那么它会让这个变化 在三秒钟之内完成 这也就使得我们的 慢慢显示的这个动画效果 得以实现 好了 回到代码里面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所有的样式 开头都以Fade来开头 原因是什么 原因在于Transition 我给它起的名字叫做Fade 所以这块 前缀 我们都用Fade来开头 那如果你不写这个name 我没有默认的前缀是V 所以你这么写这个代码 也是可以的 保存一下 我们到页面上来看 显示它会有一个动画 那么我们现在把显示的这种动画给做出来了 接着我们要讲一下 当这个DIV标签从显示状态变为隐藏状态的时候 这个时候怎么实现一些动画呢 我们呢还有一张图 点开这张图 大家呢来看一下 当一个DIV元素包裹在Transition这样的一个标签之内的时候 如果这个DIV元素从显示状态变成隐藏状态的这个过程中 动画效果它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首先Mill会自动的帮你构建一个隐藏的动画流程 隐藏的第一个瞬间的时候 Mill会帮你在这个DIV标签上增加一个class 叫做FadeLeave 同时还会增加一个class叫做FadeLeaveActive 那在第二帧的时候 Mill会把FadeLeave去除掉 而会增加一个FadeLeaveTo这样的一个class 那最后一帧的时候 它会把FadeLeaveActive和FadeLeaveTo 这两个之前增加的class都给它去除掉 那么结合这几个流程上 Mill自动做的事情 我们就可以去编写一个 当你的元素隐藏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动画效果了 我先把代码写出来 回过来我们再分析 首先我写一个 V-LeaveTo OpaeCity 变成零 然后我再写一个 V-LeaveTo Active Transition OpaeCity 三秒 保存 我们到页面上看一下效果 刷新 隐藏的时候会有一个动画效果 显示的时候也会有动画效果了 哎 为什么加了这两段代码 隐藏的动画效果就出来了呢 咱们来看 先看V-LeaveActive 打开这张图 从动画执行的第一个瞬间 到最后动画结束完毕 整个过程中 FadeLeaveActive都存在 也就是在动画的运行过程中 我要求 时刻的监听着这个DIV的 OpaeCity这个属性 一旦OpaeCity发生变化 我就让它三秒钟之内 慢慢的进行一个过渡 那再看FadeLeaveTo 这个东西也是干什么用的 在离开动画执行的第一个瞬间 我们看到 并没有做这个FadeLeaveTo的一些操作 学而代之 第二个瞬间 才把FadeLeaveTo加上去 那么大家想象一下 在第一个瞬间 我的这个DIV标签 它的OpaeCity是多少 当你从显示状态 变成隐藏状态的时候 你第一个瞬间 是不是还是在显示的 所以那个时候 你的OpaeCity 也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你的OpaeCity是1 那么动画到第二个瞬间的时候 FadeLeaveTo增加上来了 突然之间就把你的OpaeCity 变成多少了 0了 而恰好 你下面FadeLeave 或者说VeganLeaveActive 一直在监听这个OpaeCity的变化 你突然把OpaeCity 从1变成0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这个变化就会有一个三秒钟的过渡 好 同时FadeLeaveTo一直存在 直到什么时候才会被取消掉呢 直到动画结束之后 才会被取消掉 所以之后呢 从第二帧之后 这个OpaeCity就一直是0 通过这种在某一时刻 自动的向DIV元素上增加一些class的一个底层原理 Viu帮助我们实现了一个CSS的过渡效果 也就是我们说的CSS动画效果 那么讲到这儿大家应该知道 实际上Viu里面的CSS动画 是通过在某一时刻 自动的往一些标签上 增加一些样式来实现的 那么这块我可以把代码 做一个整理 把FadeInterActive和FadeLeaveActive 写在一起就行了 下面这就可以删掉 把VeganInter和VeganLeaveTo写在一起 就可以了 保存一下 我们再到页面上来看 刷新 隐藏 再点 显示 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么这种动画效果呢 Viu之中把它叫做CSS的动画效果 也把它叫做一个过度的动画效果 我们说为什么把它叫做一个过度的动画效果呢 实际上 这种动画是通过C3里面的Transition 这种属性的形式来实现的 Transition翻译成中文就是一个过度 所以呢 Viu也把这种动画效果叫做一个过度动画效果 好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DiV标签的显示和隐藏 我们是通过VeganEve来进行控制的 但我们通过VeganShow进行控制 可不可以 我把它改成VeganShow 同时呢把这个三秒改成一秒 让它动画效果快点 然后咱们来看 刷新 隐藏 显示 没有任何的问题 也就是 在这个DiV标签之外 只要用一个Transition标签 对它做一个包裹 那么不管它用VeganShow控制显示或者隐藏 还是用VeganEve控制显示或者隐藏 都会带动画效果的 当然除了VeganShowVeganEve之外 你甚至可以在这写动态组件 动态组件写在这呢 它也会自带的过度效果 OK 讲解到这儿 我相信大家就可以搞明白 View中的CSS动画 尤其是这个过度动画是如何实现的 它的原理是什么样 那么更不必说如何去使用这个过度动画了 其实很简单 你只需要在你想实现动画的DOM元素之外 加一个Transition 然后再去写一些对应的样式就可以了 那这节课呢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大家加油